甚麼是圓關 基本上就是在屋外和屋內中間緩衝的一個空間 圓關要注意的特點就是 第一件事就麻煩你 到門都開不了的頂到 那你怎樣進財呢 財神來找你 沒有門口進 開門 而見 而見 好 又是喜趣看相王的時間 繼續有我Apple在 還有呂上 好 接著是小師妹 對了 快點出聲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打了一聲神器來 如果大家在看影片之前 記得要Like、Subscribe、Share我們喜趣 和YouTube和Facebook page 有甚麼懸學問題都要PM我們 或者一秒變成唐老 好 我們今集是否說風水 是嗎 阿Sir 我們一向都不是說風水 我們是說家居設計 家居擺設 家居擺設 對 家居擺設 這次我們家居擺設 其實都有人問的 有時說到有些人說 剛好有個朋友就是 剛好在家裏裝修 十年前看一個風水 不知為甚麼 剛好職務拿去去問我 我說我不跟你看風水 不過你家裏怎樣擺 一說就說門口擺了甚麼 擺了一個魚缸 對著一個魚缸 在一個圓關位置擺了一個魚缸 師傅教他 我說這樣啊 那你都要注意一下 那些錢銀沒有剩下 他說就是這樣 就是不剩下 那怎麼辦 怎麼辦呢 我說留意我們今集 但是十年前 不是 那他現在想重新裝修 留意這集 我就私下在這裏講講 明白明白 先是門口 為了他而設 你可以這樣講 也可以為大家而設 也好 那我們在講門口的圓關位 嗯 講圓關位 第一件事就是 甚麼是圓關 如果以我的認知 沒有講錯 不要罵我 沒有人會罵到你 沒有人會罵到你 他留言罵我 其實圓關是否就是 以前那些谷子很大 就是 外面有個名堂 很大的圖 然後外面 打開門那個 那個細細的位置 擺到一些擺設 通常就 但是香港地很難 這麼小的家 就是這樣分 就不是在於大和小 圓關的一個名稱 是 你看幕後小說 或者那些人練功 一定要打通圓關 是嗎 不是有五毒二物嗎 是 打通了圓關 進去身體 是 圓關是甚麼 就是一個建築物 入門和那個政廳之前 那個間隔 其實以前的圓關 是屋外的 是嗎 屋外的圓關 如果你記得那些 看幕片也好 古裝片 他入了門口 看到一個屏障 然後 才穿堂 才入室 OK 那它其實就是 圓關基本上就是 在屋外和屋內中間 緩衝的一個空間 對不對 其實如果你說 剛才我說 你打通人的圓關 或者一個地方 你進口 其實現在 在舊有中國的概念 一邊傳達到東南亞 或者日本 你留意一下 就算那些大廟 進來之前 它都有個位置 給你進入去 然後可能怎樣 叫你脫鞋 入廟就放下一些東西 其實 圓關是 將你隔開外在 污物也好 或者一些 不帶進屋 放下 可以嗎 或者你 那和明堂有甚麼分別 明堂又是 好像在外面 一個大的地方 明堂是兩樣東西 明堂就是 在你的門口 對出一個 大的庭方 大的地方 就是明堂是甚麼呢 用來給以前的天子 發奴命令 明身 制令的地方 輾轉之間 譬如好像那些 舊式的那些 村 它都有一個地方 明堂 去發號這些東西 那說回圓關 明堂有機會再說 好 好了 圓關 既然是 屋入口之處 我都說了 其他地方的 污物 放進來都不行 即是牆壁才好入屋 是的 放下一些東西的地方 於是 其實如果以前 就算是諸侯王 或者是 皇帝 皇室 那些天子 它有個屏障 屏障去擋 就是簡單到你 如果見到那些 大會人家 它有一些牆壁 你見到那些甚麼 九龍壁 你見到嗎 那些影壁 那些牆壁 都是用來做屏障 隔開了外物 這些東西 就好像 以前 諸侯王 士大夫都有 天子就用這些大屏 諸侯小一點 然後大夫用那些簾幕 普通人用一些帳幕 都有 目的是甚麼 間開個地方 簡單到你想想 以前這些公屋 沒有 你說沒有圓關 甚麼都沒有 是吧 但是簡單的公屋 他們互相之間 不是通透 你又看到我看到你 那些人 那些人 拿一塊簾隔著 沒錯 他們自己在鐵閘上 拿一塊布簾 這個已經有遮擋的作用 所以圓關 它有遮擋 保持私隱的作用 所以就算你一屋 在以前之前 這屋不是多層的 地下 有個影壁 或者這些隔簾 或者一些內屏 它有這個 保持私隱的作用 第二 就可以甚麼 冬天 擋風沙 OK 吃風 那你要擋了風沙 甚至乎你有很多私隱之外 你冬天 下雨 骯髒 那些人走回家 骯髒 那些人怎樣 清理了些東西 擺下了圓關 或者保留在這裏 你甚至乎有客人來 你都可以等一等 保留的私隱先進來 就不用讓他無端端 供進來 知道 甚至乎 甚至乎那些 走狗 那些 流浪狗 都可以進來 所以冬天有遇寒作用 夏天是擋風 即是有實際的作用 明白 即是說回來 現在 現代的圓關 簡單來說 就是他 起碼保留了私隱之餘 是 他避免了一些屋 你記得我們之前說的門 是 不能直接看到門 沒錯 不是直接看到 看到房間 房間 裡面 甚至乎好像對著窗 是 這些叫甚麼 穿堂砂 你就避免了直接進去 所以你 圓關的位置的佈置 很重要 你可以 隔開那個 第一度的屏障 令到你的屋子 一樣可以保留私隱 你想想 現在的屋子一打開 甚麼都看小 那你 沒有辦法保留私隱 於是乎你要 處理一下 關門 算不算 關門是很重要的 但我們在說 入門口之前 如果你 現代的圓關 可能很小 很窄 都未必有 是的 有已經很好 你怎麼為之 有 怎麼為之沒有 你可以很抽象的 其實簡單來說 你擺個屏障 在這裏 都是叫圓關 是 譬如最簡單 我們講鞋櫃那一集 小師妹記不記得 有沒有鞋櫃那一集 講甚麼 講圓關 放了甚麼進去 譬如說鞋櫃 鞋櫃為甚麼放在圓關呢 因為它近門口 方便你脫下它 那些髒氣 放在那裏 放在圓關那裏 當然圓關都要清理的 是吧 所以你在那個 風水也好 衛生也好 你的圓關有緩衝的作用 你想想 你放下一些東西 你想想 放下一把蟋子好不好 放下脫下一把鞋子好不好 脫下一把 那怎樣 在圓關位可以處理它 就避免了直接把這些 污氣 或者一些煞氣 帶入屋裏 可以不可以 這個基本就是 風水作用之餘 它本身就帶有一個 緩衝的作用 可以不可以 知不清楚 知道 好了 如果你說純粹為了要 遮掩 保留 防塵 那圓關現在這樣 有限的空間 我們有什麼值得注意呢 是 第一件事就是 你圓關 就不可以 沒有遮掩沒有擋 你說沒有圓關 你其實 現在香港的屋 那些設計 只有兩類別的圓關 最典型的公屋 或者屋園很多時候 這些小的單位 有兩個大方向 第一個大方向是什麼 開放式的圓關 一開出來就好像沒有 是 其實就是 你入屋就是廳 是啊 或者就是房 很多人都是這樣 現在 這叫開放式的圓關 第二種呢 就是半開放的 半開放 怎樣為之半開放 你入屋可能轉個位 其實你旁邊 不論左右 它有機會有牆壁 又或者有擺設 就算你小小的屋園 我們去看那些 開放單位也好 一房單位也好 它都有舊的 現在那些發展商會 起了一個組合場 或者裝個櫃 我們來給你擺鞋 掛東西 拿些東西 那個櫃仔 它就是一個圓關位 小小的 有些時候會是L型 有些是U型 比較少 你一個獨立的空間 現在相對很少 是啊 我最近也看過那些 漂亮小的單位 它就保留一些設計 進去再轉進去 這才是 這就是一個轉折位 所以你的 圓關基本上很多時候 如果是面對一些 家具的牆壁 就保留一些私隱 即是L型 都可以保留 你開放式那些 就是最多的那些 就沒有私隱 同樣 你怎樣去解決 我記得那些人經常留言 說沒有得解決 說說沒有用 其實是很簡單的解決方法 你便擋住它 簡單到你剛才說的 公屋壺都會加一個 加一塊布 加一塊布簾去做 這些是簡單的方法 小小的家裡有沒有圓關 我的圓關 是放在雜物上去 放在雜物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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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和許師傅 第一次去你們的舊屋 舊屋 舊屋 你知道我最有印象是甚麼 就是亂七八糟 那時是鞋櫃放另一邊 但另一邊也有鞋子 有些人說我家裡沒有圓關 其實不是的 你開門那個位置 你有時家裡門口會擺一張地毯 是 或者擺鞋櫃 是 或者你擺 你認為方便拿出街 好像孫仔的單車 這些都是一些所謂密事 但問題來了 圓關要注意的特點就是 其實你入門 我們講過門口那一集 已經講過一個立氣位 進財 沒有看過怎麼辦 可以由上角之下 沒錯 好了 我們現在簡單來說 進了門口 我們要怎樣去解決 其實第一件事 麻煩你站立 因為圓關要給人一個舒服的感覺 你站立 你說不是很多人 麻煩你保持整齊 如果你一開門 亂七八糟 或者怎樣 到門都開不了 頂到 那你怎樣進財 記不記得 你連開門 開不了 財神來找你 沒有門口進 你知道財神是肥大 是嗎 進不了那麼多 你們不讓人進 我經常都找財神 但他進不了我的門 沒有錯 開不了手我到門 都不開心 所以這個很簡單 你要注意到 圓關的設計 盡量 麻煩你 給他一些空間 他自己去處理 就算你說 沒有圓關 你擺 待會我會講 我們怎樣去處理 你要解決 你簡潔得來 你不要關掉太深 不要擺骯髒的東西 你簡單通透 門要開到 就是你流通 你剛才說開的那扇門 譬如我之前 家裡的門 不知道是有 還是難開了 現在突然間 這幾個感覺很順暢的開 會有什麼玄機 突然間 財利上已經通達了 是嗎 解決了財務問題 關係 已經進財難一點 不是很難開的 以前的門 為什麼呢 好像絕絕絕絕絕絕 關不關整個關 圓關這些 簡單來說 圓關的位置 你要暢順簡潔 清晰為主 於是你要方便他開 剛才在說 起碼開到門 起碼開到門 合理 你拿不到東西 我搬東西進來都搬不到 那就不合理 那你圓關你要進去 簡單來說 我們簡單站立 整齊 那你排列 你的鞋櫃不要緊 我們上集講過 不是上集之前講過 鞋櫃都要處理 是 盒帽蓋 你還要收起來 那你不會亂 你擺到 圓關擺亂七八糟的鞋在那裡 怎麼可以呢 是吧 如果亂七八糟進來的鞋 那就是骯髒了 假設真的有客人來 你都不要看 是吧 所以處理了 圓關你就算有很多鞋 有遮蓋 有濕 處理好它 整理 簡潔 有些東西不是常用 收納好 做好一些 是吧 好了 另一方面 這裏的圓關 你說想大一點便好了 那既然是這樣 那你圓關難道大於廳嗎 沒有理由 所以要大超就適中 那香港 其實我說這個難度很高 是的 這樣好了 但是有些人 會在一個圓關位 整個櫃仔 是 櫃仔它便壓下來 捲了 這個又不好 如果高大更加不好 你就變成要好像有壓迫感 圓關有壓迫感 在設計上不是太有效果 我曾經說過 門口都不如開得太低 為什麼 我們要烏低身 養人避惜 所以你要開門站立得來 圓關呢 你跟屋裡面差不多 不要硬要為了做個吊櫃 就好像那些橫樑一樣 設計一個橫樑 壓力就大了 那政產可以嗎 行不行 這個就最重要了 圓關要站立 還要光亮不移暗 所以多數都要靜眼燈 對 還要長開嗎 沒錯 長不長開就叫人見知 但是萬一家裏有人出去還沒回歸 開定眼燈 開定眼燈就回去 開定眼燈就回去 圓關通透明亮 開定眼燈 光猛 這些是很有用的 於是引伸來說 我們要自製圓關門口的時候 你說沒有牆壁沒有城 你可以用一些通透一些的 譬如說磨砂玻璃 或者一些層板 簡單的那些有穿洞 或者一些白葉式那些 可以你既攔開它 可以有私隱得來 你可以通透到光線 它又不會暗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好的設計 譬如有時候不一定要 很大的油通頂的櫃 封了它 不用的 一些簡單的屏障 可以的 總之有感覺是有少許間隔 你感覺是這樣 你可以有間開了 不是直衝 你想一下 即是你直衝和不直衝很簡單 有時候你如果不放那麼多 你就有個矮跪 知道 矮跪我們說過 不能亂擺東西 對著不要放刀刀劍劍在這裏 所以你太高 你的光線不足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燈光 不可以太暗 因為一進去灰灰暗 是不是 你都沒有精神 所以你 圓關位呢 保持幾個點呢 就是整潔 通透 是吧 明亮 明亮 是吧 鋼 這些整齊 通透明亮 這些我們講的基本事 所以 你同樣你的層次的時候 門口圓關位有些人 地毯出面 裡面也有 那你一樣要注意 不要那麼多雜物 得來乾淨一些 那些顏色要配合 你那些深黑色的地毯 就不要放進去 可以嗎 可以 最簡單 你如果雜亂無章 根本你進去都不行 知道 可以嗎 好了 跟著我們講了這些基本事之後 那些不應該犯的錯誤 我們重複了很多次 基本上是甚麼 寄了個圓關 一開對著是甚麼 廁所 廁所 新樓很多 我最近也看過一個又是 第一個廁所 這些是避免骯髒 另外是甚麼 開門建造 你圓關根本就是 但是座位旁邊也是不行 廚房 是 廚房 我問難道一個人開飯 不合理呢 那些人就不用在這裡吃飯了 是 全部出去了 另外就是甚麼 寄見鏡 嗯 可以嗎 開門見鏡我講過 是 不要 這些簡單 知道 那好了 那圓關既然我們想 壞事經常就每次聽人 我們於是乎 找些好東西 開門見甚麼好 那風水以前 譬如我 我有個風水路由 阿馬幾福 以前我做書 他特別講的 我就去看 我也跟他討論過那些問題 因為我反對他 為甚麼呢 就是 他寫下有三樣東西 那師傅不在 不過我 不要提他 說反對他 應該 應該這樣說 開門有三樣東西移的 他說 開門而見紅 啊 而見綠 而見畫 開門見紅 那你說 嘻羊羊 那我就 意見就是 當然不是叫你游個紅色牆 那些 有些 喜慶的裝飾 掛牆的裝飾 那為甚麼我反對他呢 就是 因為我記得有一年 我回家 我媽媽剛好那年 那個位置不太好 那我就叮嘱 我就說 叫媽媽 今年不要掛廢棕 是 不要貼那些紅色 全部都不要 避免我 剛剛應就是你 我說你對正 你的位置不可以 那我老爸聽到之後 又不出聲 接著還沒過年三晚 左貼 再加倍貼 再貼上他自己的房門 是 加了一些 那就鬥氣 連三十晚那年 初一的凌晨 我媽媽就開始病 一直都出不了聲 那個年 接著還沒夠 初二還是初三前 我老爸把東西都撕光 就不出聲就撕光 所以我就提醒 開門見紅有吉慶的味道 但是 要小心一下 因為有時的殺聲道 我們的五黃二黑道 都會影響屋魂的 第二開門見紅 就簡單一點 就是植物 生氣沸沸的植物 這些最簡單 對那個人的心抗神如大 不要塞得那麼多 不要太多大葉 沒有森林的 另外就是開門見畫 畫就少品一些 緩衝一下那些 那些牡丹 或者有生氣的畫 是吧 那些是好的 不過值得去注意 我剛才說 說那個朋友 問我的問題 為什麼他破財 他擺了魚缸 在一個圓關位 方便看 很多人這樣做 那家人見智 有些人是師傅教他的 好像那個朋友那樣 我就說 你開門見水 就好像你的水喉一樣 你水你經常說 聚財就靠水 但是我說 你有錢剩嗎 沒有 你對著那個圓關開門 就是那個 漏財的機率就高 那些錢 來來去去 所以呢 我覺得 個人建議 你要它 聚財 就不在那個位 還有 你千萬不要 通透了它 就是魚缸兩邊看到 通透了水 那樣做 那我覺得 不如 放側一點 不要直接 你的魚缸 在那些位置擺側一點 你方便自己觀賞 那就純粹 你說 財運來說 開門這樣去聚水 我就覺得不聚 這個是要注意一下 明白 另外 如果圓關 如果你還要注意 就簡單來說 你入門有個門檻 是吧 人家都說 門檻有多高 你就靠那個位 也可以少少地注意一下 至於你進去 進去 第一件事 圓關進去是哪個地方 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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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要說 小師妹 客廳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因為一定有客廳 除了開放式之外 除了開放式之外 除了開放式 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 譬如一些位置 不夠放在圓關 譬如日式的店舖 會有兩塊布在上面 像類似一樣 驅擠一下 沒錯 可以的 剛才說了 你不一定要厚牆 你可以簡單的 屏風 你放這些 像我剛才說的 以前的公屋 那些 用這些簾布 是可以的 不過你要注意 如果有些地方 如果通窗口 大風 它就會多 你最好找一些方法 固定它 你掛一些位置 這些簾布都可以的 已經可以做到的效果 就不用大廢周章說 一定要整個牆 或者一個很大的櫃 這些是會浪費了位置 簡單一點 可以嗎 正不正常 一開門 最重要是舒服 舒服通達 即是你家裡 以前的家裡 一定是犯無病 門都開不了 你知道你有問題 這些很簡單 是嗎 好 我們今集說完關 大家如果有些什麼 家裡的緣關 不懂得怎樣分 或者怎樣 都可以留言和我們聊聊天 還有記得要like subscribe share我們喜趣 和youtube和facebook page 有些什麼懸學問題 記得PM我們 還有 最重要是下集 我們講客廳 所以我們準時 下星期一晚見 好 拜拜 拜拜